她是香港开埠后第一任首富 也是第一个有资格住在太平山山顶的华裔男人 她们家族是香港富豪中 子孙后代最多最复杂的超级富豪家族 何鸿燊、李小龙、何世禮、何超瓶 这样响当当的人物她们家族比比街市 邮吉尔、孙中山、林则徐、康有为 都与她们家族有过交集 直到今天由她开创的家族帝国 仍然在香港澳门的政商界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力 曾有传闻她是由太资本在华抗张的代表人 富可的国能左右时政 被誉为是如洛克菲律一个量级的大富豪 那么她究竟是如何从一个被抛弃的私生子 一步步爬上了财富顶峰的 她巨富的背后到底靠的是杂摩 哪个对河东家族有着深远影响力的人又是水 今天跟着老班溝一起来了解下曾经的香港四大家族之首的河东家族 以及她的仓始人河东的故事罢 河东有名河启东 1862年出生在香港 祖籍是广东保安 但怎摸看 她的掌相也不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花人 这究竟是怎摸回事呢 这就要从她的父亲河是文说起了 1841年1月27日 英国占领香港 香港从一个地脊山多水源缺乏的小渔村 逐渐发展成一个转口港 变成了连结东西方的一个贸易中心 同时吸引了一大批尋找商机的欧洲商人 这里面就有一个来自荷兰籍的犹太商人Henry 为了尽快融入香港社会 她将名字中的血化作中文的何字 再配上市民意志 一个足于她的中文名何市民就这样诞生了 话说当时来香港做生意的欧洲人 一般都不愧带上配偶来港 在香港找一位花人女子充当妻子 情人或者包样对象凡显后代 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普遍现象 也就在那段时期 香港开始大量出现 上特别的偶亚混血人 因为长得既不像欧洲人 又不像亚洲人 这部分人其实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同的 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 经常被人看不起嘲笑跟牌制 也是爱国父亲随时都可能抛弃的对象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何东 又是如何成长成一位超级富豪的呢? 这就要提到一个人 一个对何东 甚至对于整个家族的影响 极其深远的女人 当时何市民印字了一名恩家道中落 而被辱到香港的女子 他叫尸体 尸体那是个感作感为 不具世俗偏见且无比坚强的女子 在当时那种非常在乎名字的社会环境里 在未婚的情况下 他毅然决然的算责了跟何市民一起生活 拼给何市民先后生下了五个孩子 取名为何东 何福 何启门 何启佳 以及何柏岩 两人一直没裂婚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何市民的生意也里里碰壁 他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 尸体也尖尖发现 借过来自欧洲的外国佬 根本没有跟自己生活下去的打算 虽然是情人 但实际跟佣人差不多 而且他也发过何市民 随时都有离开香港 抛弃他们的迹象 这个时候 尸体与造户牛生意的中国人 国人然认识了 私下你一来而去 竟船怀上了小孩 当时的何市民拼不知情 1866年孩子出生 后取名为何金堂 这就是为杂摩同样是尸体的孩子 却掌着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的原因 到了1870年 尸体的担心终于应验了 何市民因生意失败 失望的离开了香港 尸体和孩子们彻底失去生活的依靠 一个弱小的女子 带着六个孩子 生活无依无靠 无奈之下他只好投靠了国人然 做了他的小妾 为对方生疑育女 从而获得其经济上的接济 话说回来 尸体对子女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何东三兄弟从小就在母趁的安排下 在私宿逗书 哪个时候何市民赞到的展也才 刚刚救养活家庭吃喝 就是在这样清贫的条件下 尸体船是将孩子们送到了 当时著名的香港中央书院就读 也就是后来的黄仁书院 借过学校是孙中山 廖仲海 唐绍仪等一宗名人学习歌的地方 为了培养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外 他船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听经剧 甚至船邀请经剧演运黎嘉莉演出 久而久之也就使河东产生了 强烈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虽然顶着富洋人面孔 骨子里却是一个切头切尾的中国人 借也从另一个角度粉碎了河东 是由太子本在华代言人的无启之谈 尸体到了国庆然家后 地位拼不高 身为小妾的他常年受气 后来干脆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国家 自食其力 他虽是哪个年代社会地位最低的一类人 可他的性格却是相当坚毅和果敢 他称得尚是刊言的女强人 遇人不熟 被人抛弃都没能激夸他 在女人不能工作 只能倚靠男人的旧时代理 他显得格外的耀眼 这也是河氏家族后人 大都特立独行 非常自立 很少有女人算责依附男人而活的情况 或苦他们基因里天生自带了这份坚毅和果敢 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 开启了河东 以及河氏家族的辉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话说尸体众多子女当中 以河东、河福、河金堂三兄弟最为出名 河东和河福是尸体与河南人河市民所生 河金堂则是尸体与中国人郭仁言所生 三兄弟虽然外表有很大差别 但是关系却相当的好 大危指河东是河家最早发迹的人 也是河东家族的开创者 河福也是香港著名人物 曾担任香港立法局移民 富甲一方 是当时的华商五巨头之一 赌王河鸿是他的信子 河金堂这也是香港著名商人 当时香港名校高材生 也是香港妻妾最多的超级富豪 大名鼎鼎的李小龙是他的外信 作为家族最早发迹的大哥 弟弟河福、河金堂的成功 当然都利不开哥哥的光顺 借过我们稍后会提到 说回到河东 他从小就非常聪明 情商还特别高 学习成绩更是一顶一的 妥妥的学霸 16岁中学毕业后 就做起了英语老师 做了两年后他发言 这拼不是他的人趣所在 于是他转行当起了海关公职人云 两年后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人趣所在 那就是干马肉赞大展 于是20岁的他来到了 当时最大的外资企业拿颠洋行 因为这你来前更近 刚到公司 没有丁点经验的他却 只能做船母岭航云 负责引领和指挥船泊安全航行 靠泊等准体力工作 但他高大进朗的外在形象 似乎在高数别人他的与众不同 转机来自1882年的一天 当时宜和洋行的二老板来码头视察 一眼就看中了他 加上河东一口标准的英语 二老板当即拍板 把他带在了身边 河东于是开始干起了买办 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生意了 也苦视他骨子理自大犹太人经商的基因 如如得水的他把买办工作干得是油润有余 很快就荣升经理 两年时间 他就从一个底层云工 一约成了洋行下面二家子公司的一把手 而且在他的带领下 借二家公司业绩直线攀升 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大老板的肯定和尚识 1894年 32岁的他被提拔为洋行的华总经理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 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优质人物 当时的买办都有商重身份 他们既是外商的故运 也是独立商人 在做买办期间 河东迅速积累了资本 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即河东公司 他垄断了当时清朝的食堂进出口 建立了自己的船运公司 为海外贸易补价护航 赚得是盘满博门 塑展数到手抽筋 随后 他通过敏锐的商业抽搁 发现了香港房地产潜藏的巨大商机 于是他团积了大量的土地 随着香港经济和人口的腾飞 果然房地产也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河东也踏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生意幻跨金融 传媒 航运 煤炭和仿绩等行业 自此河东家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样成为当时香港排名第一的豪门家族 河东以至也成为香港有子佬的代名词 人们常常会以你以为你是河东 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的不自量力 总观河东家族的发家史 利不开勤奋 聪明 知识和团列 河东是叶腾飞之后 也拼没有忘记兄弟 1897年他将仪和阳行总经理交给弟弟何福 后来何福又将他交给兄弟何金堂 两兄弟都以此为跳板 最后都成为了香港有名的富豪 当然跟河东比起来 可谓是小无见大无了 不过这种兄弟相互帮衬的家族传统 相信也是他们家族自带的基因罢 河东家族延续百年 家族成运不计其数 富豪更是数不升数 他们不但贵赞展 也积极投身写贵公益事业 从第一代河东开始 就是慈善领域家与户晓的名人 弟弟何金堂更是在事业颠峰期 46岁时关闭所有各地商豪 专注于写贵公益事业 到了信子贝也同样如此 他的信子何鸿艺 苍立家族基金会 该基金会最重要的宗旨 就是保护和复兴中国传统艺术 以及文化遗产 长孙何鸿章 也是著名的慈善家 他为促进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则孙何鸿身 斥具之将原名原失识的重要文物 马首和诸首迈回 拼赠与国家 赢得一片掌声 谁也没想到一百六十多年前 一个犹太商人拼不顺利的经商之旅 却磨意忠诚就了 这个百年家族的诞生 正可谓是有心灾花花不开 磨心插柳柳成任 好料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